他们对于残暴势力的反抗 就是他们对我最深的感召 对我精神最大的呼唤 所以在我的作品里边 许多作品里面都在追随这种精神的 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 我对鲁迅先生的尊敬 和我自己受到鲁迅先生的这种感召感染 以及我自己受到迫害 这些生活道路 这个思想在我心中盘旋了很多年了 盘旋了几十年了 我一直想找一个精神来 找一个语言来表现鲁迅精神 对我的感召 对我的反应 我一直想找这么个语言 但是一想起这种语言来 现在就是精神还非常感到痛苦的 这个作品同时也是对于中国所有 为了民主自由而斗争死难的人类的暗魂曲 这些人来讲述《黄奘》一声的语言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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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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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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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